社长你好 我也想跑外卖 中国电影《逆行人生》 直接披露外送员的艰辛 但现实情况往往比电影更离奇 有不少外卖骑手正在接受培训 他们需要学习随手拍系统的使用 了解相关奖励机制的设置 同时也就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咨询 由于中国外卖文化兴盛 有许多餐饮店家只有提供外送 而没有开放内容 这些餐厅往往成为食安死角 所以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近日与外送平台合作 让外送员开始随手拍活动 随时拍随时检举 让外送员成为整顿食安的好伙伴 同时也让外送员成为会移动的监视器 恐怕在无形中成为北京当局 监控民众的手段之一 中国经济持续疲软 外送行业成为代业蓄水池 然而近期中国又出台随手拍新政策 同时又传言指出 将有可能推动成立外送行业党委 就有许多人认为这些政策 让外送员在不知不觉中 从跟着导航走变成跟着党走 三连新闻参谋庭报导 但是他参加了 后来说 拿一 进的